民主黨他們現在就是說這個基隆電動車這個辦公室 特殊電話打過去是您的御用公關公司的電話 這是怎麼一回事可以講一下 這個部分環保局他已經有相關的新聞稿 我覺得他們會說明的很清楚 請大家讓他們的新聞稿來跟大家來說明 這樣子會更清楚 那就是說張之豪他也說來 就是我們基隆捷運的路線都已經核定了 可是廖先生接下來好像想要請交通部來推翻 他說你都沒有坑半生 我們基隆捷運本來就是按照我們的計畫在進行 已經核定了第一階段的綜合規劃 第二階段的可行性評估也都已經在爭取當中 很快第二階段就會有好的結果